最近哈尔滨真的是太火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家里年长的老大哥 把家里最好的都拿出来了 就为了远方而来的弟弟妹妹高兴 如果你对大团结没有概念 看看哈尔滨你就懂了 有几个场面特别值得说 比如零下二十多度 大家在冰雪大世界一块歌唱祖国 七三一最正陈列馆外面排起长龙 中央大街上大庆铁人唱起 我为祖国限时游 毫不意外啊 这些场面让某些群体又破坊了 最近网上各种摁着你的脖子 反思的小作文又冒出来了 甚至有媒体人喊出 让哈尔滨到此为止 莫尾还阴阳怪气加一句 哈尔滨同学你们的实体经济呢 我真的想给他一电炮啊 旅游怎么不是实体经济 酒店餐饮零售不是实体经济吗 景点的门票他不是实体经济吗 这帮玩太坏了 就见不得哈尔滨好 看到东北经济振兴了 这帮玩急死了 看到南北大融合大团结 这帮玩气死了 看到大家越来越爱国 这帮玩破大方了 这几天抹黑尔滨的小作文那是越来越多 不正好就说明问题吗 咱们这边正开心呢 哈尔滨的老铁为家乡正感动呢 结果这帮玩就非得让咱反思 你不反思这帮恶臭的媒体人都恨不得摁着你的脖子反思 我看最该反思的应该是他们自己 这帮玩是既见不得中国发展人民幸福 又不肯踹腿必言是语事长辞啊 真的很难办呢 他们这几十年来啊 就跟丧门星一样 就是见不得中国好 见不得中国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在他们三观里啊 东北就得没落 然后需要他们这帮狗屁公知媒体人来虚情假意哭哭啼啼 结果今年哈尔滨爆红 成为全国最令人瞩目的城市 这无异于给了这帮玩儿框框两个电炮啊 你说他们能不破防吗 所以尔滨呢 请加大力度 我们就喜欢看他们发颠破防 让他们看到共和国长子的真正实力